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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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了一个固定数据 如果说内幕等于一个张三 然后呢并且pwd等于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什么东西呢 这样东西的话 然后呢我认为你应该是登录成功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去做相对应的处理吧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处理啊 然后比如说就是log in success 然后呢接下来 那else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可以认为是登录的判断失败呀 是不是刚才这样方式做呀 那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眼 如果你登录成功的时候呢 你可能还要在这里面 去做更多的细节的动作 操作 你可能在这里面呢 还要去执行一些其他的 对应的质栏代码 然后呢如果说是没有登录成功的话 你在这里面可能要远远远返回了吧 就相当于如果没登录成功 我就不能再去执行上面的东西 而是应该执行到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当中 是不是又可以直接给你结束 等断失败函数就行啊 那你在结束的时候呢 就有两种方式了 你比如说你可以 既通过return的方式 去返回一个对应的错误信息 代表是登录未成功 你也可以怎么去做呢 可以通过obot函数的方式 提前终止这样的执行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你可以这么去写 比如说如果用户名字不等于它 或者说是密码 不等于这个东西的话 就代表我认证失败了 那我认证失败的话 我在这里面做什么相对应的处理呢 我就可以直接终止 试图函数执行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about方式 来去执行 那这一点跟大家再去 使用Pathol里面那个Race的关键词 是不是很类似啊 就相当于你在去写一个函数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异常 你不想再往下去执行 是不可以去写一个这个R-A-I-S-E Race这个东西往外去抛出异常啊 对吧 那你现在也是相同道理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说的 你用不明不等于它 然后密码也不等于它 判断失败 判断失败的话 我要给你去终止执行 终止执行的话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去使用Race关键词 那你要知道 实际上它虽然能够终止了Login的执行 但是这个错误信息 还仅仅反映在我后端当中的吧 在我后端当中去执行的时候 跑出来东西 那我现在换了 在Flash当中提供一个About函数 About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当前立即终止你的 师徒函数的执行 并且会把相对应的信息 给你返回到前端当中 这是About函数的一个意义 那About函数在哪呢 也是从Flash当中引入过来的 所以呢 它也是在Flash模块里面的 我们把它引入过来 在Flash里面有一个About函数 然后把这个地方去写一下 使用 About函数可以立即终止 试图函数的执行 然后呢 并可以返回给前端特定的信息 特定的信息都有哪些呢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这个相对应的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先给你去隐藏 注释一下 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这个About这个东西 咱们在这里面去写吧 拿出来一个比如说 拿个Name 拿出一个 这个应该是还是 我们要给它待会看的话 还是拿这个GAT的方法来去看 所以咱们先给它改成GAT的方法 GAT的方法之后的话 这里面呢咱们就不拿这个参数值了 咱们给它去设置几个不存在的 比如说Name等于空 pwd等于空 这时候肯定条件不符合吧 所以要去进入到这里面执行了 进入到这里面执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ubout的函数能够接收什么东西呢 它能够去接收状态码信息 状态码的信息的话 你比如说有一个404啊 或者说是我们说的302啊 或者说这个500 是不是都是货状态码啊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个状态码是不是代表是403啊 403是不是代表被禁止啊 我跟他们去写吧 比如说就写了一个403 或者写一个什么用呢 写一个400 代表是错误请求 所以呢 Aubout的函数当中 所对应的第一种什么方式呢 你就是给它去传输特定的状态码 然后呢第一种方式 传递 然后呢就是说 传递状态码信息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在这里面去执行的时候呢 这里面能够返回执 但是我在这里面一旦终止的时候 咱们来去看相对应的程序运行 相对应的运行之后 我回回来直接去访问lock in 现在呢已经是可以直接访问到这个地方了 0.15000 最应的 log in 最应的log in 最应的log in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刚才在后端去写的 这个return login success 不是没拿到啊 而是直接收到了一个bad request吧 bad request哪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浏览器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开发调整工具啊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我再来重新刷新一下这个一面 你看一下 我后端我报的 是不是给你抛出来是400的状态码啊 所以这里面也就收到400的状态码 而这个地方所对应的呢 就是flask 帮助我们自己去传给前端的 对于400来说的话 它400展示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这样一个错误警求的一个页面了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你还可以想返回什么状态码 你就返回什么状态码 比如说我给你返回一个404 返回404之后呢 我让我的程序重新启动 回过出来 我再来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状态码就是404的 而且这个信息也是404的 那放到这样的信息 这是关于再这样一点了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你这个状态码有一个要求 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必须是标准的状态码 必须是标准的htb状态码 必须是标准状态码的意思在于哪呢 我去传一个不存在的 比如说在这个ab状态码当中 六个字段 六个字段是不存在啊 它不是只是一二三四五五 一共五个字段吧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传一个666 传一个666之后 你现在来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 我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页面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出个报的凑信息啊 它根本不知道666是谁 所以呢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这个状态码必须是标准的状态码 这是关于这一点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 还可以采用的哪一种方式呢 还可以采用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我可以直接给它返回信息了 第二种方式传递 然后呢 特定传递 详异体信息 传递详异体信息的话 比如说我给你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这个about这个函数 我给你要去传的话 这个详异体的信息呢 跟我底下return的时候呢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详异体的信息 你在这里面直接传出算是不行的 而要去在哪呢 你必须把这个详异体封装一下 封装成对应的响应体的那种对象才可以 那响应体的对象是在哪种类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flask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响应体的 这个响应的对象 叫做response 所以呢 你需要把你的这个东西呢 封装成response对象 或者说我们在那边写下 ISP等于什么的呢 它是一个响应的对象 然后呢 是把这个about 需要返回这个对象的 还可以呢 在一项当中我在听构造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写一些相对应的参数信息了 比如说咱们写什么东西呢 这个login in field 然后呢 咱们可以写这样东西 写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再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 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这个页面 你看一下 这里面 return field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在这里面 额爆的 所抛出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一点的话 额爆的话 你直接返回这个信息 还不如直接有就return 返回这个信息了吧 所以通常情况下 对于这个额爆的这个函数 我们去使用哪种方式呢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上面的方式了 直接就抛出 返回一个错误的状态码 直接就返回一个错误的状态码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